欢迎向前冲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要带你去泡温泉咯 2012年台北温泉季要登场 每年都吸引大批的民众来泡汤 而且在温泉季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哇 很多很棒的温泉饭店都会有优惠 那么其实呢 台湾的温泉产业的发展也是越来越蓬勃 今天就要带你来聊一聊温泉商机 我们请到节目来 离一真姐继续陪伴我们 一真姐非常爱泡温泉 对 而且我其实是从台湾 然后泡到全世界起 她有温泉的地方 待会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有我们请到的是专家 台北市温泉协会的顾问张嘉玄 嘉玄哥你好 是 主持人 还有这个温泉达人蔡姐 还有这边是这个许小姐 对 大家好 对 然后呢 我们还请到这一回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在温泉季当中什么样优惠 是我们的温泉业者 徐一真 徐经理你好 您好 蔡姐好 就是很好 对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要来请我们的顾问 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台北温泉季嘛 每年每年办 今年是第十一年 第十一年 今年有什么特色 今年的特色呢 最主要是承袭去年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去年2011年 第一次把日本的神教 迎来台湾 迎在那边撞教 对 几乎可以是用万人空相来形容 对 那这个气势延续到今年 今年很特别 日本捐赠了两个 就是两个日本儿童神教 给我们当地 那这两个 送给我们 送给我们 听说价值是超过四百万日币 那将要有我们的小朋友 在这次的温泉季 台的这个日本人 捐赠给我们的 这个日本小神教 然后帮大家做祈福的动作 是 所以呢 而且还有很多优惠 对不对 是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这是日本的文化的赞助 咱们道地的明花园 也会在我们这里做演出 所以文化的饗宴以外呢 泡汤的部分 今年各家的业者 一样 让各位享受四到八折的优惠 只有四天的机会 趁这个机会来一些文化的饗宴 买一些优惠的泡汤券 好好享受一下泡汤的 对身体的乐趣 对 那这个徐经理 像你们饭店 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地也是 非常这个大拇指要竖起来的 那么像今年呢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今年的话呢 为了促进这次的买气 我们会有就是加码 送这个东京来回的机票 对 抽奖的活动 真的 眼睛发亮 对 除了泡汤之外 还可以出国去散散心也不错 对 玉珍姐 其实这个每年在办温泉季的时候 如果像这个 我们很爱泡温泉的 就是一定要去赶快捡便宜 对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 因为每次不管是旅展 或是温泉季 就是业者是百家争民 争着就是要抢客户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 大家还是要选择 这个信用可靠 就是它经营有一段历史 跟这个评价很好的 那我觉得这些资讯都很公开 因为有很多人每次都是说 我买了一堆券 可是呢 我去泡的时候 发现跟这个上面介绍的不一样 对 然后甚至说 这个没多久 哇 这个店不在了 消失了 消失了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我们消费者 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时候 它是百家争民 对 那真的是很优惠 像我常常去泡的这些几家温泉 比如说乌来 它我常去的有几家 对 那平常呢 大概都是将近千元 可是呢 在旅展的时候 它都能够打到对折 甚至还更低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旅展 跟那个温泉季的时候 是让你选购各家的产品 最优惠的关键时刻 对 而且呢 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泡温泉 就是泡热水 不同样是不是 不同样 所以呢 我们各位赶快带我们来看看 其实温泉有很多不同地方 它有不同的疗效 是 那这一张是我们大概 制作单位整理出来 请个台湾 以英尼子来讲 这个温泉的一个分法 那跟各位解释一下 全台湾目前已经知道了 有150个天然的温泉路头 然后呢 总共有大概超过500家的 那个温泉业者 或者是餐厅 分布在全台湾18个温泉区 那其中有一个是卢山 卢山 卢山温泉区 那这三种 我们如果用英尼子来分 第一个叫做这个绿化物泉 那像嘉宜的中轮 关子岭 它就属于绿化物泉 那第二个是碳酸氢盐泉 第三个是硫酸盐泉 那这是绿离子的分法 各位可能听不懂 没关系 我教给各位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分法 我讲的你一定听得懂 台湾的主力温泉 大概碳酸氢盐泉最多 那我们都知道像乌来 它是无色无味 对不对 那像硫酸盐泉 它大概只有在 有火山的地方才有 那台湾的火山在那里 就是北投 对对对 这一带 所以这一带都会是 以这个硫酸盐泉为主 那我们就讲个 算是玩笑话 说这两个温泉怎么分 这硫酸盐泉的温泉 我们外号叫做大老婆汤 大老婆汤 那碳酸盐泉外号叫小老婆汤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去过北投 像您去过 蔡姐去过泡过都知道 一泡完之后呢 你走到哪里 路上人家说 你去北投泡汤 味道很重 味道 香味很重 对 所以你只能带大老婆去 但是碳酸盐 它是无色无味 无色无味 你泡过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开玩笑的这样来分 你就知道说 碳酸青盐泉 它属于这种无色无味的 那硫酸盐泉它是有颜色的 它有味道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法 顾问你嘎拍的小孩大 你看我们现场摄影师通通学起来 真的很糟糕耶 那大家这里是诉求 就是说硫酸盐泉 它只能带大老婆来嘛 那你没什么好玩的 那最主要就是诉求身体的健康 所以硫酸盐泉 不见得啊 外号叫保养之汤 保养之汤 那碳酸盐泉因为是要带漂亮的嘛 所以它外号就叫做美人汤 美人汤 让你皮肤比较有这个滑腻的感觉 那顾问赶快告诉我们 那泡温泉到底对身体好在哪里 其实各种温泉对身体都有不同的益处 那我们讲一个共同的益处 也是各位一定听得懂的 像主持人啊 我们蔡姐都这么漂亮 我知道现在女孩子都很追求什么 就是抗氧化 抗老化嘛 抗老化就是抗氧化 那我们要抗氧化 泡的东西就是要泡 没有氧的水 那我们知道温泉它是从地底冒起来的 它在天然的温泉里面 它是没有含氧的 所以在冒出来的那一刻呢 它里面因为是不含氧 就含有很多天然的矿物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泡这样子的温泉 就好像在干什么 抗氧化 抗氧化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年轻 抗氧化 就是越泡越年轻 这是大概温泉都有的一个优点 那再来呢 我们才讲就是说 看看它里面含的这个成分的不同 有不同的一个功效 那像这个硫酸泉 我们刚才讲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 它硫对 有医学证实 就是它对我们的呼吸器官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对呼吸器官就很好 然后对这个关节各方面 就很有帮助 对 那这种碳酸泉 碳酸泉 我们刚才就讲皮肤这种滑腻嘛 所以可以让你有这种肌肤年轻的 更加的一个感觉 对 我们徐经理应该常常泡 对不对 你看你皮肤有多亮 我应该把我妈带来 真的吗 因为我妈妈一年泡三百天 真的吗 那没有泡那六十五天是 对 就是她只有假日的时候 只有礼拜天的时候不去 然后大概 就像每天上班一定要去 她几乎都在温泉馆上班 就是我帮她办了一张年卡 然后她几乎就把温泉馆 当作上班的地方 所以她其他的地方她都不爱去 那六日的时候才会说 走我们去其他地方走走 对 平常因为每天都爱泡 对 然后平常的话 我们所有的家里 所有的人不是上学 就是上班 然后没有人陪她的时候 她最爱去的地方 就是温泉馆 真的很不错 那徐经理你带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看到现在泡汤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真的很享受 对不对 尤其是冬天 我们看到这种温泉会馆 真的都是真的好多人 大家都很会享受 那现在我们看到 又有每年举办 这样观光的温泉季 那么你实际在第一线 你观察到的 其实这几年来 慢慢慢慢 当市场越来越成熟的时候 我们要需要给的服务 也越来越顶级 对不对 对 它现在市场的话 都会分成就是金字塔前端 或者是中段 还有就是比较地下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的饭店的话 是趋势应在是中上阶段的 对 那我们饭店的话 也有推出 现在有加温泉 加上就是用餐 养生的套餐 还有搭配就是SPA的部分 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 就是文化的一个tour 对 它可以促进就是 可以让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北投文化的温泉 那也可以享受到就是慢活 然后在泡完汤之后呢 可以就是享受一下养生 在忙里偷闲 其实台北市的话 我们这边算是世外桃源 对 所以就是一个套装行程 我去那边走一走 然后晚上我来泡个汤 然后泡完汤很舒服 我再来吃一个养生套餐 就完美的一天 对 完美一天 星期六星一天 刚好就是一天tour 对 那玉珍姐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温泉 我们过去就会说 温泉就配按摩 但现在它把按摩升级 就变成SPA SPA 当然 对 然后这个周边 这个温泉地方 一定是非常漂亮 对不对 你一定是比较市郊的地方 我觉得好 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泡温泉 非常好的地方 而且你每一个地方 你都几乎可以当作探险 然后觉得说 这个地方的服务 这个地方的水质 几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从北投 雅明山 然后像这个行义路 然后一直到这个乌来 然后甚至到宜兰 宜兰的话 还有这个郊西的 这个郊西的是碳酸泉 然后再到苏澳去 还有冷泉 所以我几乎都泡过 然后甚至到南下 一直到泰安 然后到台中 现在到高雄 这个也都有 所以台湾 高雄的宝来温泉也很赞 所以我觉得台湾 现在我觉得整个的 整个的温泉的这种文化 已经胜过 而且我觉得比日本还好 因为日本像浅草 像北海道 北海道那个 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是 因为它有下雪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在元旦 就是冬天的时候去 那泡温泉的时候 旁边全都是下 堆满了雪 都是白雪 对 那个是我觉得说 你在台湾没有办法营造 那样的环境 因为台湾不会有这样子 堆满了雪的地方 让你泡温泉 我提醒大家就说 其实现在整个环境 很多的这个 我们温泉的这个环境 真的是做得很好 那我举两个就是 现在比较平价 跟免费的地方 而且我希望大家说 你如果没事的话 像你知道全台北市 这个平均寿命最高的地方 是哪里 就是北投 那北投的话你看 这边就是右手边的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北投 他几乎天天你住在那里的人 吃饱饭后出来散步 然后就在公园泡脚 从泡脚可以到你全身发热 对 所以在北投你看 这样子一个平价免费 是非常当道的 那如果说你要像我们广达的 董事长林百里 他就带女朋友去 就被拍到 那就是在这个我们徐经理他们那一带 那个就是 刚刚我们顾问讲的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汤 叫做大老婆汤 你讲我们都没讲 那因为我们新闻都写过 那另外就是 比如说像我另外这边看到的 这个就是礁溪 那它也是整个宜兰县政府 它推广了一个BOT案 然后这个地方看起来 整个礁溪温泉公园的这种感觉 真的是很像 就是比我们 日式的吗 比日式的像浅草的这个还要赞 因为浅草的话一个小亭子 然后它还要说 OK一个人十分钟 然后起来换下一批 对不起在这里 你可以泡整个晚上 然后脚在那边踢啊踢啊 然后边聊天 那甚至它的男汤女汤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进去 男汤女汤的话 那它也有人流量的控制 而且全部都是户外 那最主要的是它也很平价 因为是政府提供给这个 作为观光用的 所以价格也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实惠 对 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这种 五星级饭店的不一样 因为五星级饭店的话 大概都要有近千元的消费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一个等级 那当然 这个我们看运真姐 但我们看到这个是平价的部分 对这是平价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徐经理 他就是比较顶级一点 而且呢 这个徐经理今天还带来了 他刚跟大家分享 这种养生的套餐 那么你泡完汤之后呢 可以吃点美食 那么到底带来哪些美食呢 我们赶快来享受看看 哇 好香喔 这好香喔 泡完温泉肚子好饿啦 对 这个温泉就是要配美食 对不对 对 因为你泡完之后呢 全身通体舒畅的时候 五脏六腑也要享受一下 对 它这个养生锅的 要不要帮我们服务一下 这是养生锅 对 养生锅通常的话 泡完温泉也不要吃太多 对对对 刚泡完其实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个 大概半小时到四十分钟 要太大 或者你就是慢慢吃一点 吃一点 好 谢谢 对 然后所以吃这种养生锅 徐经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样养生锅 就是刚好泡完温泉之后 吃就刚刚好对不对 对 那这个话呢 因为它的汤头呢 是没有加任何的 就是调味料的 所以所有的话都是这个 就是海鲜啊 还有我们的食材的一些精华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喝点汤 对 它的汤头是最重要的 泡完温泉一定要补充一点水分 肯养生锅概念水分 然后吃一点东西 补充你流失的一些养分 而且千万不要喝冰水 对 千万不要喝冰水 对 要喝热热的 水火锅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让你的 原来泡温泉的时候的流汗 会继续 就是还是加速它的新陈代谢这样 对 一般如果你温泉泡对的话 通常在四十分钟之内 你身体还会持续的流汗 怎样叫泡对啊 就是你泡的方法对 就是那种泡一下然后出来一下 有些人泡温泉是像是在过水饺一样 他觉得我温度就要很高 就要赶快下去泡很深 可是你就泡不久 那正确的泡法是我们温度要适切 然后采用半身孕 然后身体慢慢地温暖 慢慢地温暖 我们要泡多一点啊 对…我们到心脏的位置 有些人觉得就是在泡太… 水太深了 泡太深的话 将有压迫感 对 心脏会比较… 心脏会附和不了 有的会造成昏缺 但你也泡不久 泡不久你就没办法温暖你的末端血管 那如果泡对的话 半身慢慢泡血管慢慢扩张 那之后呢 还持续地流个汗40分钟 这当中呢 你慢慢再来补充这些这种食材 除了享受它的美味以外 刚好把养生概念放进去 是 那学经理 像我们一般 我们在这个酒店里头 那我们看到了像这样的一个set 然后再搭配套装的行程 都是通常都是客人都会这样子来点吗 对 就是冬天的话 就是我们的限量主打 是 客人的话就是大概都是一家人的话 分量其实我觉得是刚刚好 所以你们现在的方式就是说 泡完汤之后加锅 或是泡完汤之后加一个套餐之类的 那就是这个是主推 还是说也有包括住宿 我们住宿的话也是有包含用餐 或者是你可以就是包含像我们这SPA的部分 就是看有的可能单身的女生 来想要享受一下的话 就是可以搭配SPA 对 现在好像是不是 就是在当地比较顶级的都会有一些 也顶级的SPA就是互相搭配 对 现在顶级我们讲说这个超顶级的 你知道就是在像北投当地 越来越多都是那种世界顶级的 是的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五星级 六星级来了 七星级都来了 对 那我们把它定位的这种顶级 我们可以讲说它一定要满足两条件 那种基本要素 哪两个条件 它的房价最少要一万六千块起跳 一万六千块啊 一万六千块啊 我知道全台湾一万多一万块一万六起跳 就是一万五以上的饭店 基本上大概全北中南大概只有四五家 就是很少 那个叫顶级 就是 然后它的服务人员的比啊 就是说一个房间 它服务人员应该叫平均要在1.5到2 甚至高于2 意思是我一个客人进来要两个人服务我 平均可能有到两个人在服务你 这才叫做顶级的一个服务 那哪五个要素呢 第一个 温泉汇馆讲的第一个 一定要有天然的温泉 因为有天然的温泉通常是在 比如说这个山里面啊 或者空气非常好的地方 你要去那边享受的是整个 让你放松的这个环境 所以它要有天然的温泉 第二个 它有绝佳的景观 你如果是要躲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去享受 它在家里豪宅就够了 没有错 你知道吗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 它主打它是那个温泉 可是它就给你一个密闭的一个房间 我最讨厌就是有一些业者 其实他们应该有这个觉知 慢慢的都已经改掉了 对 然后还有什么条件 那第三个 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 比如说在北投有人讲说 它是做日式管家服务 它把日本的那一套管家 完全引到台湾来 一讲到这家温泉汇馆 内奖的服务 那像 也有人做这种西式管家的服务 对 像这个蔡姐常去的 B开头 他们就是讲这种西式管家服务 你要有鲜明的主题 人家一讲就知道 你就是以这个来做数据 就是要区隔市场 我有我的特色 这样子 那像这个三开头 有CNN平价为 这个全亚洲最适合去的 这个29家SPA之一的 其中一家三开头的 它的SPA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数据 是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要 顶级的一个设施 所以现在顶级的温泉旅馆 你进去 什么沐浴乳洗髮精 以前是没有品牌的 就是挂饭店品牌 顶级都是要拿世界品牌 然后咖啡机等等 那设计一定是要走顶级设计 随便哪一个墙上挂的一幅画 都是要价值连城 现在还有加一项 现在有些地方还加一项 就是把非常就是难得的音乐 跟艺术品都放进去 所以你泡完温泉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 在喝这个养生锅的时候 吃这个养生锅的时候 一面听的是大师的提琴 或是钢琴 真的 这个在乌来就有一家 他跟这个非常有名的 幽人神谷退下来的艺术家合作 你想想看 你竟然有办法在一个地方 就是很放松的 平常是世界级的音乐家 看到世界级的演出 对 那最后当然要有一个尊贵的服务 这个服务就是 您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它提供的 是让你绝对有尊贵感的一个服务 这是基本要素 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 整个服务都是往上升级 是不是要让大家觉得 哇 这个泡到温泉不只是泡热水 而且它有疗效 那有疗效的同时呢 又可以感觉到说 我还有很多很多周边的顶级服务 像这么棒的这个养生锅 像顶级的SPA 所以现在的温泉 这个想来是商机越来越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就要带您谈谈 现在整个台湾的温泉市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